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醋堡的羊 我问你第一次说 红丰年初种的 大半年了不长牙 本来红色的叶变这样的 它红色的叶 包括你说的这个事 它一般是温度低的时候会红 你像地灾的醋堡一直 我跟华尔美说一个什么事 你要注意你那个地势 首先是不是够高 第二个要把表面这些土 该松土的松土 每年进行施肥 该杀菌处理的得处理一下 拍的也不清晰 模模糊糊的 要我的话就是修剪施肥 把表面的这些个处理处理 撒点菌 撒点肥 好吧 然后我不知道你那个地势 是不是低洼 如果说长时间的积水 欧根也会这个样子 明白吗 假如我说 枝子花叶子掉光了 新叶不怎么地 你这典型的水大 撬光通风擦呀 先控水啊 你如果在福建 两广地区 你给它种地上不治而遇 现在要做的控水 把表面的土挂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等到下回干的时候 适当地用点反飞水和杀菌药 下个字我说 新买的锈球 每天浇水 不浇就蔫了 那就浇啊 换个大一点的盆啊 下面的叶子不好就剪了就行了 你换盆不影响 你比方说你这么小的盆 你换到 比这个大一号的这种花盆里边 你就加土换盆这个不存在 你用好一点的土呗 你实在不行买老花益的土啊 或者买点进口的泥碳 换盆不影响 换土肯定是影响的 好吧 有点缺肥啊 换个大点的盆就稍微好一些了 遮阳做的也挺不错 下个字我说 茶花有点好多白毛毛 这白肥病的钱都好像是 用点杀菌药 可以找我们家客服去药 然后另外有点黄花病了 可以用反飞水 下个字我说 这个发展处应该怎么办 这个是有点缺肥了 用点反飞水 连喷加罐 时间长了吧 也不剪也不傻 也不施肥 时间长了不就这样了吗 下个字我说 你看这个巴西木 巴西木为啥夜间发黄 夜间发黄整体好就可以了 这个是有点缺肥 别的没什么 你实在看不顺眼就给它剪了去 知道吧 你跟人一样 谁的头发尖头发稍不分岔呀 很正常 觉得不着急点赞 下个问题的出本 我的频道可以视频的留言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仅仅 白了吃饭 嗨 嘿嘿 嘿嘿